高雄一名男子到男子区的饰品店来购物 趁着店员不注意 偷走了一枚三万六千元的金戒指 而他食水之味 同一天下午 疑似又想用相同的手法来行窃 被店员发现之后报警 远警还追出 男子身上被有四条通气 当场是被解送归案 饰品店内一名蓝衣男子在挑选金市 但下一秒趁着店员不注意 竟然偷偷拔掉手指上 世袋的戒指放入口袋 行窃过程全被监视器拍下 男子食水之味 同一天下午又到店内试图窃取食品 而店员发现当场报警 警方到场了解 只见男子换了衣服 还不断变称 以为戒指是自己的 才会放入口袋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我也不知道还有你 对啊 重点是 因为我们的这个 向店员解释 但对方似乎不能接受 袁警只好带回派出所了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给你坐下边 3号上午9点多高雄男子区 德贤路上的饰品店 这名30岁张姓男子 涉嫌偷走三万六千元的金戒指 而警方事后一查 发现他身上竟被有诈欺 妨害自由等四条通气 张贤遭逮捕后 向远警表示 应未居住在户籍地 自未收到法院通知 全男不知自己身背四条通气案 张姓男子事后 也坦承偷来的戒指 已经拿去变卖成现金 身背多条通气 这回又偷戒指 这下恐怕得被关进牢里 好好反省 见完打准收高雄报道